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平在日本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横滨的园丁 园丁呢是在横滨中华街附近 是一条具有西洋风格的时髦街道 距今呢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它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吧 园丁在每年的2月 和9月份都会有魅力大闪麦 这个时候来 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惊喜等着我 嗯 好喝 哦 好有苹果和蜂蜜的味道 真好喝 园丁在很久以前 因为和外国人做生意 所以这里也曾住着很多外国人 因此这里不管是什么店 都带着一些夕阳色彩 今天再讲 据说这家无敌楼呢 是横滨园厅最老牌的西餐厅 还是他们家里一个咖啡店 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怀旧的感觉啊 我有一种在英国城堡里喝早茶的感觉 这里的蛋糕颜值真的太高了 嗯 好好吃啊 甜度和软度都刚刚好 再配上他们用自己亲手采摘的茶叶泡的红茶 简直完美 我发现了一家很有艺术感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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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了这里就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好神奇啊 我发现了一家有艺术感的地 我再用一根筋 我再用一根筋 你把手叩一下 我把手叩一下 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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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早就有天分 好好看 然后我逛到一家非常好看的餐具专门店 诶,好像刚刚我在乌迪楼喝茶的茶杯就是这个呀 哇,在园地还看到了买猫猫商品的店 我一定得进去看一下 我们该再在乌买点什么 上面写着 我喜欢猫的商品 都是猫的商品 好可爱 哇 可爱 你看这个多可爱 啊 这个是 纸巾盒 这个太可爱了吧 哇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这么古老的可乐贩卖机 好传统啊 嗯 嗯,这里好像是一家皮革制品店 这个帽子适合我吗 我还发现了这种可以洗的皮夹克 这个是Uber的技术 这里的小姐姐们也都好好看啊 据说这个牌子有70年以上的历史 乖不得一进门就有一种传统有豪华的时尚感哦 园丁差不多逛完了 那接下来的是 嗨,这里呢就是衡冰体育馆 很多饭圈的女孩还有棒球爱好者都不会陌生吧 这边呢现在正在公式当中 等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 这里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员 也会非常的热闹哦 衡冰体育馆是位于日本衡冰的棒球场 目前呢是日本职业棒球队衡冰DNA海湾之心的主场 其实衡冰呢除了园丁以外 还有很多商业街 像我身后的这条衣室佐木丁商业街呢 就比较起园丁来说更加的亲民 长达1.2公里 里面有很多老字号的小店 非常好逛哦 这家店还挺有特色的 进去看看 五星是从中国传过来的文化 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小玩意儿 听说如果预约的话 还能教你怎么五十字 甚至还有这种中国风的佛像 这里的二楼叫做鸡鼓处 是他们用来练习吹笛子的地方 啊肚子有些饿了 发现一家家系拉面店 来横冰怎么能不吃一碗 横冰有名的家系拉面呢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尝一下 拿这个圈就可以去拿面条啦 好 果然是有名的拉面 满足啊 我不仅把面吃完了 汤也喝完了 还有把送的一碗饭也吃完了 都非常够味的 一碗浓厚的拉面 建议大家配一碗米饭 尝试一下日本人的吃法 发现一家有年代感的卖刀的店 最后一位也是 sighs 日本人可能已经比较多了 这个装置 露得了吧 我还是试试你 怎么样 好嗎? 太多了 但是這樣 對嗎?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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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不用力氣 我會在家裡研究 很長時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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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刀 已經有五十多年了 比我還老 這裡是和果子的店 店裡有每天現做的生和果子 就是當天做當天吃 味道特別好 非常建議大家嘗試 這個看上去像燒賣 其實它是和果子 甜的 肉是用那種白杏餡做的 它們家的栗子羊羹是特別好吃的 你看 羊羹裡邊有一大塊一大塊 特別好吃的栗子 這個特別推薦 當然 還有其他很多品種可以供你挑選哦 日暮西山 我的橫濱之旅呢 也差不多到尾聲了 我要介紹的第三條商業街 就在這裡 吉田丁商業街 據說啊 這條商業街呢 在日落之後 會變得非常熱鬧 因為這裡聚集了很多小酒吧 雞尾酒啦 啤酒呀 都是非常有名的 跟我一起去逛一下吧 這好像是一家做啤酒的店 你看下面都是啤酒的 逛逛 這個應該都是現做的啤酒 我們去嘗一下 這個店是喝啤酒的 然後這邊有大概 七八種啤酒可供 然後我們選擇 然後就還有一些下酒的小菜 就說下酒的小菜 是這邊非常有名的 又好吃又便宜 我們來選幾款 我選這個 就是這個254的一匹 是他們這邊的原創的啤酒 試試看 哇好好喝哦 這是柚子味的啤酒 怎麼太好喝了 怎麼有那麼好喝的啤酒啊 這個是這代店的特色 馬肉 這個是一個馬肉的半熟的刺身 然後這個是樹籽的起司 看上去特別下酒 這個起司裏面全部都是魚子 一顆一顆的脆脆的 這個口感特別的奇妙 我算是知道這裡為什麼人氣了 酒也好喝 小菜也好吃 而且咱們不會非常推薦哦